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招聚焦 今天应该是10号 7月10号 7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的动荡 就是中共所谓7月1号 101岁过了生日 习近平认为可以忘乎所以 他什么都可以干 他觉得自己过了结束了 从他自己的时间的角度来讲 从中共百年红潮的角度来讲 习近平会认为自己OK了 但是在世界的范围内 我们就看到了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动荡 那这种动荡都跟一些很令人很尴尬的一些场面 我个人觉得非常尴尬的场面 我一会儿跟大家再分享这个安倍晋三的一些很 他又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完全是没有解释的奇怪的事情 那同时呢 在我们看到的人的环境中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马斯克不是一个拯救者 不是一个人类的拯救者 但马斯克做法和轰动呢 确实是在人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人 就是人的品质很好的人 那他有他自己特地特意独行的那种标准 所以人认为好的人呢 多少大家会感觉多少有着一种正的 生命正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他又明确的表现出 对人的身体的理解 对人的身体的概念的认识 不能说他非常珍惜人的身体 但是呢 他又很对人的情感和一份责任 你又不能说他不负责任 对吧 他就做出了令人很瞠目结舌的一种状况 可能有朋友说那没所谓 现在这种年代男女生孩子的事情 只要大家乐意就可以 你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真正拥有一种道德素养的问题呢 其实里面有所欠缺的 有所欠缺的 肖建华也养了很多女人 每一个女人给了五千万 给他生孩子 那他认为呢 他是对人的一种 其实类似进化论的 他认为他自己的人肿的好 那他肿的不能随便下 所以他养了很多 没有公开出来 但是在当时香港的四季酒店 在他身边里就有三个到四个 那个那些女人不是说非得多漂亮 不是 还有他自己选择的标准 而马斯克的概念都不太一样 马斯克的概念都是跟文化有关 被他所瞩目的女士们都是跟文化有关 所以这就变了 概念有点变得不太一样 对吧 我不知道对很多人能否能接受 我相信一些年轻的他可以 但是呢有一些 就是他有一些思考的人 大家对生命有所认识的人 他就会觉得something wrong 对吧 我觉得道理是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川普 那川普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非常非常非常好 他而且也曾经被完全是被神 被真正的神被输过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看到 但是他身上有一些 他就是这个大嘴巴 就是他没必要 很多麻烦都是没必要的 那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做 但他偏偏那么做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再讲的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了 那我想说从现在的表现出来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人 大家看到的 以为的在场面上的人 都不是人类的拯救者 川普让美国再偉大 对吧 那昨天他在阿拉斯加 就碰昨天晚上吧应该是 他去参加那个佩林的参议院的议员的助选 佩林当初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 美国副总统 他也是一个满 应该是一个保守派人 他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结果这一次他又再次出面去竞选当地的 进入联邦的参议院的议员的名额 那川普呢去背误了他 所以川普昨天在他的集会上 却拧过脸来去抨击了马斯克 他说马斯克就是bullshit 他直接就马斯克是bullshit 就是胡来胡说八道有点胡来 那大可不必 他大概讲述内容就是 结果一下今天本来本来今天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的概念 结果一下各个媒体都在报 他大概抨击了马斯克说 马斯克从推特上购买推特上退出来了 然后他说我早跟他讲过 那推特不能买对吧 那但是川普在讲推特不应该买的时候 那时候马斯克已经买了 马斯克事情已经成功之后 签了合同之后 川普说的不能买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没必要这么讲 对不对 你的认识是你的认识了 然后那他就直接讲说 你看马斯克现在又不买了 那个bullshit 纯粹就是胡来 他曾经提过 他说马斯克讲过 他原来不支持共和党 他一直是支持民主党 他说最近才转变成共和党 然后他说他曾经说投票给过我 但他根本没有投票给我 所以他就是胡说 那可能吧 我们没有看到过 马斯克是否投票给川普 没有 在新闻的报道当中没有 就是他是否直接投了川普的票 或者没投川普的票 但是在集会上 川普是说 马斯克似乎跟他讲 他投了他的票 但是马斯克确实否定了川普 这是真的 所以在讨论 这个马斯克也好 是马斯克好 还是佛州州长好 那马斯克倾向于佛州州长 这是真的 那所以马斯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蛮坦白的 他认为川普呢 争议太大 德肖维茨的 州长 佛州的州长 他认为就更稳定一些 更好一些 这是马斯克的论点 这也是马斯克的说法 这是真的 那川普牛脸去攻击了他 没必要 我说句心里话 一点都没必要 大家去看待这段新闻的话 几乎各个媒体都在报了 所以没必要的一很大因素 有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另外一个做脱口秀的 很有名的一个人 也明确表示不支持川普 所以我自己 我个人以为 在今天这么乱 这么纷乱的场面来讲 如果从一个简单的 一个基本背景的话说 都没必要去讲 但川普很公开 川普很公开 直接骂了这个 直接骂了这个 马斯克是Bosher 就是胡来 胡说八道 他骗人 那基本就是这么一段话 所以就成为了争论 成为了争论 所以这对共和党人而言 对整个保守派而言 其实我以为对川普而言 不一定是件好事 对川普 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 不是件好事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以为川普感到压力 有些朋友看我节目 你可能不太喜欢我这么讲 我个人觉得告诉朋友们 我自己整个 我们从美国大选 就一直节目就这么 从来没有间断过 对川普来讲 他已经感到压力了 因为太多有名的人 转向了这个佛州州长 那转向了佛州州长之后 这在共和党当中的竞选当中呢 就不是很好 当然川普依然可以去竞争共和党 其实让我说 他大可不必现在去表态 你只要在真正的美国中期选举当中 产生作用 这是有目共睹的 而他的作用呢 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事实 所以事实在那里了 可能朋友说你瞎背 人政治就是靠这种忽悠 我也不否认 我个人也不否认 但是总觉得有人感觉 总觉得感觉小心眼 就是川普攻击的这种概念呢 不够大方 一点真的不够大方 他即使在这个背景之下 即使美国中期选举 如果获胜的话 同样会出现一种背书的情况 所以我想提到的是 在命运的过程中 川普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个嘴巴 他不是人类的拯救者 这就是他暴露出 他自己太明确的弱点 这个弱点本身是表现了 他生命的品质 所以就像我们说马斯克一样 他无论怎么样 他不是一个拯救者 但他是在人的环境中 让我们普通的人 在对比当中看到一种 看到一种模式 看到有些人可以这么样的生活 可以这么样的活着 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 川普也是 所以川普表现出来的故事呢 我以为是蛮特别蛮特别的 所以就因为他的真实 这是无以言表的 川普的真实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 所以这一份真实的人 一般都是大写的 但是又表现出他明确的 感谢朋友们支持